系统软体更新 电脑系统不可能十全十美 所以他一定会有一些问题 那我们如何做一些更新呢 在我们的软体中心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软体 他有新的版本如何通知我们呢 当然第一个动作 我们要去做更新动作 怎么做更新 请你选取上面的功能表里面的编辑软体来源 他会进行进入我们一个软体更新的一个视窗 这也是Linux里面 算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所有的软体 都有所谓的套件 管理的地方 也就是有专人帮你在掌控这些套件 你看他这边写 我们无邦兔的软体有资源这些人在资源 还有其他的软体 你自己可以增加来源 像我们新北市教育作业系统 就做了很多 帮大家装了很多 属于你可能在资讯领域里面上课需要的一些软体 那我们就把它加进来 也帮大家装好了 那更新 你看一下 你希望他怎么样 要不要自动检查更新每天还是隔周 如果你希望他每天检查 他只要有连上网他就可以检查你 在更新的时候 他一样要你进行 管理者要求你核对管理者的密码 有安全性问题的时候 要怎么样 立刻显示请你做 甚至当我们有作业系统 新的版本要不要通知你 你可以选择仓器支援版还是新的版本 你也可以选择不要通知你 这边都是你非常自由 那个人这边建议你 就是当有安全性问题的时候 当有系统有安全性漏洞被人发现 那 有修正程式的时候 我们就立刻进行修正 这样对你的电脑系统是比较安全的 这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方式 核对身份 当我们在网路进行系统更新 或者是软体下载的时候 他是有经过加密打关的 也就是让 不会让你的电脑层次在传输过程中 被駭客 或者被其他有心人士利用 加了一些奇奇怪怪东西在这里 这是软体更新这里 这是额外驱动程式 如果你有一些驱动程式 没有起来 可能会显示在这里 所以这里非常重要的地方 也是相当有特色的地方 值得介绍 原来我们的教育力作业系统 有套件员帮你管理 软体的安全性 软体的套件的版本 他管理好之后 方便我们在系统安装里面就直接显示出来 如果有新的版本 他就告诉你 我们有新的版本 会进行系统的更新 这是非常非常值得称赞的地方 就是我们所谓的软体更新 系统的更新也在里面 系统的更新也在里面